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9月11日 星期三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 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01獨家報道 訪問到一個26歲的港男 原來過去的時間超過5個月 他被人捉去緬甸東部的詐騙園區 講講最新的情況 他終於逃出魔掌 另外講到詐騙園區的情況 香港男子在園區裡遇到什麼情況 另外據報園區裡特別不想要香港人 為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獨家報道 26歲的港男混在緬甸東部 最黑的詐騙園區5個月 他就說那裡很多香港人 最終家屬要給多少錢才能夠救到他 內文提到 據這位26歲的男事主的妹妹 就跟01描述 這個男子原本在香港做飲食業的工作 工餘的時間進修 早前在Facebook看到去泰國賺快錢的招聘廣告 那個廣告聲稱包機票包食包住 工作一個禮拜 不過人工就很高 這個男子就接觸來自香港的聯絡人過後 在4月初自己一個前往泰國 到步過後就有人接他坐車 坐車坐了8至9個小時過後 就過了條河離開泰國進入緬甸 到4月9日這個男子就以IG通知家屬 自己身處緬甸東南部克倫邦的詐騙園區 家屬同一天在香港報警和向香港入境處報案 被困於這個詐騙園區過後 這個男子的手機是被沒收 但能夠用所謂的公司手機 持續以IG、微信、WhatsApp等和家人聯繫 這個男子就說 只要裝乖幫他們一起詐騙就會很安全 但在詐騙園區所謂工作 如果業績不達標的話 就會罰跑六個小時 又或者被人關在小客房裏面 這個男子又向家屬透露 詐騙園區裏面有很多香港人 同房的香港人都是被同一種手法騙了過去 連最初接觸他的聯絡人都是香港人 據這個男子和家人的IG對話記錄顯示 這個男子曾經表示 他說幫公司在合約期賺到40萬美金 一年可以走 如果賺不到40萬 就第二年做不做得整個額都可以走 又或者自己賺到2萬美金賠給他也可以 男子就說 但其實我根本沒有見過所謂的合約 只有第一個香港人有見過 但他死都不肯簽 跟著後面來的香港人都直接不給合約 這個男子就說 還有他們根本不想要香港人 聽說整個園區都不想要香港人 另外男子有一次透過IG就向家人表示 另一個老闆無故問我 找不找到人進來 說找到3個我就可以走 當中在東南亞長期從事救援工作的華人阿龍 滑船這次的營救行動 他在01表示 男子的家屬為了救人 籌到18萬人民幣 在繳父價值約摩是16萬左右的泰達幣贖金過後 這個男子在9月9日獲釋 去到泰國11日抵達曼谷 將會回來香港 其餘的金額主要用於路費、機票 和和泰國繳交預期滯留罰款等等的費用 據01掌握的最新消息 原來目前有不少香港人受困於郊黑園區 已經有港人、聯繫阿龍和內地有關部門求援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個26歲的港男都可以說是倒閉 據報在詐騙園區被困超過5個月 本來一年之內幫那個詐騙集團 騙到40萬美金才能夠走 最終家屬給多16萬元來熟人 另邊商透露了內部情況 首先園區裏面有不少香港人 估計有很多香港人被同一種手法 被人騙了過去泰國 再坐車到緬甸 入了去就有入沒出 困在裡面 另外據報是要幫助這個詐騙集團 一年賺到40萬美金才能夠走 所以大家日常收到的詐騙電話 通常都是來自這類園區 什麼人都有 既然確定了裡面有香港人 就更加估計到一些廣東話的來電 都可能來自這些園區 另外當中提到 這個男子曾經說過 園區跟他說如果他能夠騙到三個人進來 他自己可以走 那三個人真是謝謝你 因為有些人估計為了自己可以走 於是就會欺騙其他朋友進入園區 估計以往不斷發生當中 這些詐騙園區越做越大 當地政府當然知道 不過現在的瓦解的速度非常慢 最新情況有個香港男子成功逃出魔掌 人應該剛剛回來香港 零一獨家報道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呢 另外園區裡面有個消息 就說特別不想要香港人 為什麼呢 講講內文裡面就沒有說到 不知是否香港人比較難騙還是怎樣 就不得而知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HK1的報道 屯門的附建花園天降石市 有三個圖人租到激傷要送軟 內文提到屯門發生高空墮霧傷人案 在今天9月11號下午5點多 警方接獲報警 龍門路45號的附建花園 一個超市對開 報稱有一塊1米乘以1米的石屎 跌下來 激傷路徑上指的三名圖人 意外當中兩女一男分別頭部和手部受傷 幸好清醒 由救護員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網上照片看到大量的雅力碎片遺留地上 大廈的外牆有一幅石屎摩絡 以上來自HK1的報道 看到照片的石屎摩絡的範圍都很誇張 另外多達三個圖人租到激傷送軟 突然之間中投獎 相關情況警方調查當中 另外也講講這宗治安消息 根據HK1的報道 有個40歲的司機躲在超過一個月 他正正是由麻地拿著名車馬沙拉替突圍 警方曾經蚊槍、圍捕 不過不成功 據報警方突擊搜查酒店抓人 內文提到 今年7月24日由麻地發生一宗狂亂駕駛案 西九龍衝鋒隊在上海街折查一部馬沙拉替的白色跑車 司機多番無視警員的警示 撞向警車和路邊的私家車 打算突圍 警員曾經一度揮警棍擊車槍並擒槍戒備 可惜無果 司機最終開車揚場而去 最終同一天的夜晚只能在土瓜環找回這輛不要的車 警方在事發的第二天7月25日 抓了一個涉事私家車的登記男車主 追查過半月過後 在9月10日辭法庭首令 突擊旺角區一間酒店 以至少7宗罪 抓了涉事40歲的無業男司機 案件將會在9月12日提堂 以上來自HK的一個報道 也挺誇張的 當時這個40歲的無業男司 拿著一部馬沙拉替 遇到警方截查的時間 照樣踩油走 當中撞到私家車又成 成為了狂亂駕駛的案件 另外他躲藏了超過一個月 原來一直躲藏在酒店 警方突擊就搜酒店抓人 另外也告告這單消息 根據HK的一個報道 消防署在觀塘 賭破非法加油站 檢獲510公斤的柴油 有個男子將會被檢控 大家就看到 今天9月11日上午11點半 消防署採取行動 在韋諾街賭破一個非法加油站 檢獲近510公升的柴油 市值超過12000元 人員也發現 有一部儲有柴油的輕型貨車 還有大批入油工具 截查一個男子 並將它拘捕 以上來自HK的一個報道 在觀塘有非法加油站 多達510公升的柴油 被檢獲 相關男子將會被檢控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